工廠趕出單 機器持續運轉 周圍灰塵也跟著滿天飛舞 小心職場空污會成為影響睡眠的關鍵 透過這台數位型空氣採樣器 研究團隊針對傳統產業電焊工人 與一般辦公室員工進行睡眠品質大比判 發現廠區作業產生的PM2.5濃度超標61倍 造成員工平均睡眠時間少了一小時 甚至中途醒來次數高達22次 肺部比較深層區域的部分會造成我們肺泡 或者是我們細肢機管的阻塞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 其實它會造成我們尿液中的 血清素的濃度下降的部分 那再來是造成我們發炎或者是氧化壓力的增加 根據研究PM10每增加10微克 磷萬呼吸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增加1%到3 PM2.5更提高到5% 別看比例低 以台灣人口數來說 等於有超過70萬人都暴露在離病風險中 其中血清素不足是影響睡眠的最主要原因 醫師表示要提高血清素可以多喝牛奶 豆類等 富含色胺酸的食物或是攝取綠花椰 番茄等也有助於排毒 帶來新聞週期的科興志 特別報導 到達哥 歡迎等下個放大 1小蠻猛做潮 2小蠻猛 1小蠻猛 2小蠻猛 2小蠻猛